據福建省衛健委14號通報 此輪疫情9月10號由莆田市開始 在短短4天內 確診病例數就已破百 感染人數超過120人 由於中共一貫隱瞞真相 外界質疑實際感染人數可能更多 13號深夜 廈門當局罕見地連發兩則重要通告 全市居民小區、村實行閉環管理 並將同安區新明鎮 湖裡工業園以東 同名路以西、吉安路以南、吉咸路以北的區域 列為高風險地區 但也有廈門市民反映 自己所在小區目前還能自由進出 廈門全部驅屬學校學生 從14號開始暫緩入校 啟動線上教學 13號晚 福建省廈門市召開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 通報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12號在例行核酸檢測中 發現陽性人員蔡某某是外包第三方物流服務公司人員 目前該院已經全面停診 廈門古浪宇一家旅遊公司表示 一些項目和室內展館都已停止開放 現在疫情防控在升級後 我們現在有像連票還有一些室內展館都要停了 我們也不知道會不會後面都避延 因為今天好像有增加了32例 廈門現在是只進不出了 出去很難了 你可能進來了就回不去了 另一名古浪宇旅遊景點的員工表示 自己所在景區 中秋節都可能不開放 現在還不知道 但是很有可能不開的 至於這時還不清楚 可能這幾天就有可能會關了 家在廈門農村地區的沈宇氏表示 農村道山區現在仍然進出自由 但島內社區控制就比較嚴格 12日 廈門市報告首例病例吳某某是莆田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 截至14日晚 廈門市累計確診病例35例 其中33例與莆田疫情相關屬同一公司 有當地民眾懷疑 從12日只有一人確診 到現在突然激增數十人 其中是否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他這樣是很奇怪呀 我自懷疑他是給打這個疫苗有關 因為你打了疫苗 我們是沒有攜帶這個病毒的 他注入了這個裡面含有毒株的這些東西 不打疫苗 可能就不會發生這麼大的疫情吧 那沒辦法產生那個抗體 甚至呢 它產生的這一種就是 像我們現在的身兼人 我現在都很害怕 給他們接觸 因為他們都打過疫苗啊 是吧 與此同時 廈門衛健委也緊急發布通知 叫停全市的疫苗接種 但沒有說明詳細原因 只說具體開放時間再行通知 有的人打了幾針疫苗 現在就身體越來越差 我一直提醒身邊的人不要打 可是呢 因為這個強制性了 他必須接種啊 總統控制 都基本上都會打了 另據中共官方數據 近期有3萬人從莆田出省分散到各地 由於莆田疫情形勢嚴峻 各省目前都已開始緊急排查